我们继续跟徐仁慈主任来做访谈 我们在上面前面有提到马凯硕的这本书 它里面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一直强调说 东协它在处理事情的方法 跟西方很不一样 譬如说它一直强调对于缅甸的态度 东协从以前就一个一个国家 逐步的让他们整合到东协里面来 从越南柬埔寨一直到缅甸 缅甸当然那个时候是军事统治 欧盟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不民主 甚至翁山素姬仍然是在软禁情况 他们认为要采取杯葛的方式 对于东协要跟他们接触要交往 很不以为然 马凯硕就是说事实证明 东协的方式是正确的 那西方应该 尤其欧盟应该要跟东协来道歉 证明他们的方法是错的 你怎么看这是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协处理事情的方法 那这跟欧洲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当然可以有现在 有它很强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现在 欧盟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那马凯硕认为说 在东协处理这个事情 他可以注意到对方国家的感受 然后让他逐步的加入这个整个决策 而不是把它排在外面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仍然排在外面 这当然让俄罗斯觉得不好受 而且也觉得受到欧盟的威胁 我想这个也有它的现实含义 你怎么看 是我想东协它的 从过去到现在 东协它内部处理事情的话 有几个原则 我们最常听的就是他讲的这个 所谓的RCM way 就是我们东协 有我们东协做事的方法 所谓RCM way的话 运用在几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他对于这个大国 或是跟周围国家的话 他的这个权力平衡做的这个非常好 因为东协的组成裡面的话 有清美的国家 有这个以前的这个欧洲殖民的国家 还有这个跟中国大陆關係非常好的国家 所以呢这个群组内的话 有跟各个大国有非常重要关系的 这些国家 那在这个对外的这个权力关系来的 权力关系的这个处理 跟这个掌握上的话 目前做的是非常好 那第二个也是经常被外界认为 不太理解的是说 虽然你号称是一个association 但是呢他们又非常强调说 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差异性 然后不干涉内政 所以以至于在非常多的重大的事情里面 因为不干涉内政 所以您刚提到的 包括这个缅甸缅甸的话 这个之前的话 譬如说这个这个十月 革命啊等等 其实东协内部也有非常多的声浪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这个 并没有说集体去谴责缅甸 所以这样的做法的话 西方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就东协来讲的话 这也是他一路走来 能够维持这些会员 彼此至少可以定期的做下来 讨论非常多大的原则的这个背景 那以缅甸的例子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西方世界后来也发现说 他们长期的孤立缅甸或者是经济上面制裁缅甸 其实是反而让缅甸把缅甸推向这个中国大陆 所以事后的话 他们开始也有一些反省也开始加强跟缅甸的往来啊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东协在这个九七年的时候 让缅甸加入他们 确实是一个政策的正确的这个决策 但是后来缅甸的发展 包括说缅甸最近因为这个罗兴亚 罗兴亚人一些种族的冲突 被西方的世界认为说 他是在进行这个种族清洗等等 那也再一次的证明说 这个东协的内部还是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东协的做法 我们先坐下来谈 慢慢看可不可以改善 那这个做法的话 在很多时候其实可能是缓不济及 虽然是说 东协处理这些内部的分裂 有它的方法 但是这些内部的分裂仍然是在的 就像你刚刚讲 罗兴亚人跟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我们也看到在泰国的南部 乃至现在菲律宾的南部 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甚至恐怖主义在东协 也不是说绝迹了 仍然是放心未来 大家要非常小心的 是 这些因素 你觉得将来在东协的发展里面 会不会只是东协晚了欧盟一步而已 将来这些问题还是会出来的 是 我觉得你点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本书它在处理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反映到过去这一年来 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问题 那他处理的重点当然是两个 第一个的话是今年是东协成立五十周年 所以一定要这个细数一下东协过去来的重要的milestone 重要的一些里程碑 那第二的话呢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发点 他其实是希望说展现在这个世人的前面 这个族群的融合 其实是可能有一个可能性的 那这个可能性的话 其实在东协已经看到印证 因为东协有这么多的佛教徒 有这个穆斯林还有这个印度教 还有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 那政治政体的话 每个国家的政体也不一样 那但是事实上确实是现在此刻的东协 他其实是面对到过去并没有面对到的一些新的威胁 包括大国之间的这个冲突 譬如说这个中美之间 这个北韩的问题等等 那这些都是这个东协过去没有想到说 必须要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包括说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逐渐兴起 那很多人都讲说这个ISIS 因为在这个西方发现说 他要这个推行他的一些理念 有些困难 所以现在是回头来到东南亚的国家 号召印尼等等的一些人 来加入他们的所谓这个爱国的行动 所以恐怖主义的话 确实是您刚刚讲的 确实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 其他的这个国际恐怖主义的这些分子 转移阵地到东南亚来 而开始有新的这些威胁 那另外的话东协自己本身或者是国际上的话 这个气候变迁的威胁 其实在东协最明显 因为东协每个国家大概三不五十的话 都会有天灾等等 那政治上的话 东协其实也没有克服到他的贪腐 或者是族群融合的问题 那我们还没有提到排华 那排华其实是另外一个可能潜在的因子 那未来不是没有可能再发生了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东协到现在 虽然有非常多好的成绩 可是他未来还必须要去应用的更严厉的挑战 我这一节最后我想问就是经济的发展 这个原来马凯说也提到就是东协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经济很多国家比较采取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经济 有很强的保护主义 可是后来他们逐步的都采取了自由经济的方式 那现在脚步是越来越快了 我的问题是东协在每个国家他自觉的知道 只有这样子经济才能够发展 所以才这样子采取呢 还是说我们也看到别的国家在反全球化 已经开始有一些地方认为我们不要继续再走 这个自由经济的方式 东协将来也可能我们看到会有这样子的反弹的声音会出来 是 确实是 那东协一路走来 当然经济的成就其实是非常亮眼的 包括说他过去来到现在为止的话 他都是维持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强劲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外资不断的进入 那东协本身的经济的量体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出口的贸易等等 其实在世界上他占的这个比重的话是越来越高 那原因的话当然是过去这段时间来 他有一波一波一批一批的这个国家 譬如说新加坡 泰国马来西亚 然后接下来的越南 其实都是影响所谓的这个全球化或者是自由化 那这也是造成说您刚讲的一些后进的国家 包括最后一个加入这个自由化 准备要改革开放的国家是缅甸 在二零一一年的时候展开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拥抱自由化 而且这个是利用这个全球化的浪潮 对他们创造新的这个经济成长的契机是过去以来他们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 但是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转向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隐忧 那包括说东南亚的国家 他的这个可能有这个贸易保护主义 开始越来越重要的现象 那可能像印尼的话也被认为 也被认为说他可能会这个重拾所谓的这个资源 自然资源的国家主义等等 那另外的话他们那些法规等等 基本上都是要保护他们自己国内的产业 所以确实是一方面要自由化要开放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希望说 在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本国的这个利益上面保持一些平衡 所以东协的国家除了少数非常坚定是自由化的国家 像新加坡等等其他的这些中段半或者是后段半的国家 其实是在这个自由化还是这个要保护主义之中 其实是在在摆档 这有牵涉到这个四周的强权都希望能够争取东协 希望能够拉到在他的势力范围里面 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下面继续来谈 尤其是美国跟中国最近对于东协都有非常多的动作 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谈